嗨,我是Cherka 說起女神一文錄系列或是Persona系列 雖然頻道只出過一期節目 但我其實對他們異常熟悉 P5啊,豪華版 記得當初花了三千多塊 但我還是覺得很划算 確實,我一次都沒有在實況上開過Persona 聊天時也不會特別提起 只有在抽卡的時候 有放過P5知名神趣 Life will change 我猜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其實是女神系列的粉絲吧 但很幸運,我就是 P4、P5的動畫我也看過了 有點可惜,算是粉絲項作品 比較難還原遊戲給玩家的驚喜感 說到這邊 我猜還是有一些對這系列不了解的朋友 為了方便那些還沒有入坑的朋友 可以快速進入狀況 先讓我簡單從頭介紹一遍系列的轉變過程 萬一入坑了 就知道怎麼回頭找其他系列了 說起Persona系列 不得不提她的姐妹 真女神系列 其實後 Persona系列算是真女神系列的分支 分開的原因很單純 真女神系列不論故事劇情或是遊戲內容 都太過HOT了一點 女神轉生系列的原點是 數位惡魔物語 女神轉生 和數位惡魔物語 女神轉生2 兩款的年紀都比我還大 一代劇情改編至西谷史的小說 數位惡魔物語 二代為原創劇情 儘管兩款作品的劇情沒有關聯 但嶄新的遊戲元素和故事機制 奠定了整個系列的基礎 到了下一代 算是開啟全新的篇章 加上發行權改用阿特拉斯接手 系列也就此改名為真女神轉生 真女神轉生一二代分別發售於1992和1994 儘管兩代的市場反應都還不錯 但很顯然受眾群不夠廣 於是乎女神玉文錄Persona於1996年誕生了 兩個系列看起來都有一定的客群 每一代的發售時間也都隔得 有點久 不過俗話說得好 慢工出戲活嘛 女神玉文錄皇家版發售於2019 真女神轉生5為2021 以2024年的觀點回頭看這兩部作品 我還是覺得相當值得入手 兩個系列的玩法共通點是 迷宮探索系統以及惡魔人格面具養神系統 前面幾代礙於硬體上的限制 迷宮設計不是這麼多元 可到了最新一代 那可真是好玩 如果你想接觸蟲製的版本 那要確定是 高畫質蟲製還是整個打掉蟲鏈 基本上啦 打掉蟲鏈會比較符合現代玩家的胃口 高畫質蟲製就只是服務老粉絲的原汁原味而已 很難吸引到新的玩家 惡魔和人格面具的養成算是換湯不換藥 只是教法和設定上有一點點的不同 本質都是要讓惡魔變成我方的戰鬥員 然後靠升級合成進行強化 要說這兩個系列最大的差異 果然還是在於 劇情想要傳達的理念有根本性的不同 這女神系列不會告訴你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玩家要隨劇情推進 自己去選擇這個世界應該要是秩序的、混沌的、還是中立的 每次跟NPC進行對話 我們要慎選選項 選錯了 就有機會凹不回來 結局就此決定 而Persona呢? 雖然不同對話多少也會影響劇情發展 但整體上來說 大方向不會改變 都是圍繞在一群高中生展開 高中生們必須和各種不同因應作戰 反派的立場基本都算是社會上常見的壞人 比較不會出現 像是巨人那種 只有立場 沒辦法輕易斷定好壞的角色 故事最終基本會以勸善成惡的形式結束 Persona主要是探討主人偶們如何找到真實自我的故事 以我的觀眾群來說 我個人會更推薦Persona系列一點 一來動畫就可以入坑 二來角色設計都比女神系列更討喜一點 三來不知道什麼原因 我在追的實況主或是YouTuber 也都比較關注Persona系列一點 換句話說 各位比較容易找到同好討論啊 這次要介紹的是 女神異文錄3 Reload 光看名字就知道 這是三代的重製版 內容除了三代本體 還包含了女神異文錄3 FES的部分內容 注意喔 P3R不會包含後日談 以及不能更換成女主角 也不包含動畫的內容 重製的部分不只有高畫質畫 還包含了美術、UI、動畫、角色模型 全部打掉重練 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是Persona系列的粉絲 那根本沒有任何不入坑的理由 如果你是因為P4G或P5加入這個系列 那更應該趁現在入手這一代 理由很簡單 原來的三代和C代版 那個畫質和3D角色 你還吃得下去 被P5那潮到爆的美術養大胃口 我是覺得很難接受舊版啦 P3R很明顯延續了P5的美術 玩起來倍感親切 還沒入坑的朋友也要知道 雖然Persona每一代基本都算是獨立故事 但還是有一些彩蛋要玩過前一代才會注意到 所以從P3R一路玩到P5 應該才算是比較有完整的P系列體驗 三代使用了冷酷美麗的藍色 四代使用了象徵光芒的黃色 五代使用了充滿熱情的紅色 從顏色基本就可以略知一二每一代的風格 我沒把一二代算進來的原因很單純 一來他們已經在2012重製過一次了 也不知道會不會有Double重製版 二來三代之後 製作團隊才完全定下來 整個系列的風格才開始穩定 三代的男主角鬼太郎 非常可憐 故事開始的十年前就已經失去了雙心 故事開始的當下 他因緣際會轉到了月光館學院高中部 不知道為何 這邊的時間存在著飲食間 不用到處亂晃 只要到了每天的凌晨零點 就會自動進入 只要處在飲食間 就會遇到這個世界的居民 陰影 普通人會在這個時間變成關九 不記得發生了什麼 少部分的人還能保持人行 但是 這些人反而被Shadow吃掉 回到正常的時間時 這些人就會變成無力的狀態 出現了這麼嚴重的問題 自然有人要去搞定 在學員呂市長 幾月休斯的安排下 學生們組成了使用Persona的 陰影討伐部隊 特別課外活動部 SEES 我相信啦 目前聽我介紹下來 你們一定會覺得這個設定超王道的 到底哪裡吸引人 別急 等等 不用玩太多 你只要稍微深入遊戲就一定會發現 這一代跟其他代真的有不小的差異 這一代的主角群們大多失去過什麼 這份內心的缺憾形成了他們的人格面具 Persona 主角群們會使用Persona對抗陰影 看看這喚醒Persona的方式 比後面幾代真的要恐怖不少 或是中俄不少 還是說霸氣不少呢? 如同歷代作品 主角以外的人都只能擁有一個Persona 唯獨主角能同時進行複數操作 我們可以在天鵝龍房間加Persona進行合體 創造出全新的人格面具 或是透過人格面具全書 登入已培育的人格面具 在白天的日常生活中 主人公的三種人格數值 學歷、魅力、勇氣 都會受到考驗 透過用工讀書或打工等行動來提升指數 就能開啟原本無法使用的設施 或是和其他人打好關係 為了增加新鮮感或是說生活感 這一代的行動內容多了不少互動的要素 像是一起做菜、種菜、看電影等等 我們在現實會和朋友進行的一些互動 在這邊也都能體會到 簡單來說 白天的所有行動 都會影響Persona的成長方向 進入到影世界後 就會遇到這系列的傳統大型迷宮 五代叫做殿堂 三代叫塔爾塔羅斯 會有無數的陰影在迷宮內徘徊 主角門要嘛閃掉、要嘛打倒 迷宮的最深處會發現BOSS房的門 單子之門 幹掉BOSS後即可獲得重要道具 戰鬥的重點在於 攻擊敵人的弱點讓敵人倒地 這時候就可以觸發連續攻擊的1more 當場上的所有敵人都倒地時 就可以發動超巢的總攻擊 理所當然 為了讓玩家有新鮮感 以及有更多的策略可以使用 相對於P5的戰鬥系統 此次還新增了特別技能 降神 只要啟動降神 就能放出有別於通常攻擊的強力技能 每個角色的降神能量超不同 就算角色不能擊中弱點 也能透過其他方法補充降神能量 除了有新的戰鬥系統 還新增了角色專屬事件 這些事件會隨著主線故事的發展 突然跳出來 要是沒有在特定的期間內和角色一起完成 後面的劇情 全部都會無法觸發 既然專屬事件有有時效性 這代表著這些事件會和當下的主線故事有著緊密的關聯 主角群們都有屬於自己的專屬事件 藉由這些事件 我們可以加深對角色們的印象 一如既往主角群很多 男主角... 遊戲本體沒有給出一定的叫法 至於其他載體 不知道為什麼 名字都不一樣 漫畫版叫有理臭 動畫和P3D叫結成裡 舞台劇叫做細件作業 有趣的是 粉絲們似乎都叫他鬼太郎 如果只給三、四、五代都有玩過的老粉絲頭 歷代最喜歡的男主角 那鬼太郎會贏過四、五代 是不是事實 各位只要玩過這次的P3R 一定就能加入懂得都懂的行列 P3R的女性角色們有四位 尤加利、梅赫、風花和艾奎斯 她們的屬性和萌典 保證跟其他代完全沒有重疊 要說三代還有一個特點是 主角群的關係跟其他代很不一樣 有人是這麼形容的 P5是社團 P4是家人 P3是同事 俗話說得好 上班好同事 下班不認識 團隊要隨著劇情推進 才會開始比較有團結的感覺 目前各大網站評分下來 大多都是19 好險啦 我現在對死死有強烈的陰影 19真的比較剛好 不管是新粉或老粉 P3R都是絕對要入手的一代 如果是系列鐵粉 還可以購入DLC 加入其他代的主角群的服裝BGM 至於還沒接觸過系列的朋友 只要對這一系列有意咪咪的興趣 都可以直接入手看看 看實況是一個選項 但這種RPG遊戲 講求的就是一個帶入 只是用看的有機會沒辦法體會其中的奧妙 各位放心 P3R是多平台上架 GamePass、Xbox、PS4、PS5 以及Steam上都能直接遊玩 除非你只有手機 不然應該不會有沒有平台的困擾 誠心建議各位 真的可以試試看女神一文錄系列